哈囉大家好 我是German 好久不見了 來啦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改版的地雷 沒錯 地雷改版後它的距離變成爆幹長 如果看封面的話應該看得出來啦 它的長度我覺得變成原本的兩倍 所以按照假設它的密度很平均的話 它的傷害應該是變成原本的二分之一而已 然後再加上如果有小怪在那邊衝來衝去的話 其實應該還要來得更低一些些 所以整體而已應該是被一個大砍 但是沒錯 我們還是暴持著實驗精神 我們還是要打一個最標準的隊伍 咱們的衝雷劍啊 因為裂痕已經被改掉嘛對不對 所以日月雷這件事情是不能再用了 也不是說不能再用嘛 你要用也可以啦 可是絕對沒有像以前那麼那麼的過分 對啦 那我們衝雷劍的話 我之前的玩法是打到了1200多關 或許在一些微調上面可以給它到更高沒有錯 但是就差不多1200 83關吧對不對 已經很扯了 對 已經很扯了 但是呢 聽說很像可以到1500吧 如果排到最好的話 不過沒關係 那不是我們要追求的 我們只想追求說 這個隊伍到底有沒有機會超越咱們的日月劍 衝月劍 因為我現在多了一個地雷嘛對不對 原本是衝月劍血 現在變成衝月劍烈 假設都以掛機的方式啦 因為衝月劍血可能會再更簡單一點 可是其實我覺得兩個隊伍沒有難到哪裡去啦 這個隊伍 因為那個BUG到現在還在 我之後呢可能會再拍一個攻擊方為主的 我最近好不容易會用了 對 雖然說我用的方式比較簡單 比較慢一些些 不過整體而言呢 我覺得它的效果還可以 對 它只是比較慢而已啦 可是整體而言是一模模一樣樣的 如果你用的是之前我破的那影片 那算是KC自己弄的一個進階版 它可以在幾回合內弄得更快更短 我可能要弄個兩三輪才可以 可能三四輪 那KC的話可能就一兩輪就可以結束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從初階版開始 再去搞那個進階版 有興趣再搞進階版 因為我自己這個很爛嘛 對不對 反正我們做到一樣效果 時間其實差不了多少 那我幹嘛去學進階版呢 對不對 好啦 我覺得這個BUG可能就不會去改版 改掉了 它就是讓你比較方便去排版而已 可是也還好啦 因為我用交換的話 大概就花到10到15分鐘 那我用這個BUG的話大概要花到5分鐘 那如果你夠厲害的話 2分鐘就可以排版好了 你就是省下一點點時間啊 整體而言 其實沒有影響到太多 而且你還要跟對面配合才可以 所以你要用這個隊伍的話 還是需要兩邊啦 因為你還是要等對面跳掉 我不相信這個在快速匹配 是可以做到的一個默契就對了 好啦 現在到了第81回合了 我們這邊一樣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前面先把隊伍長滿 後面先長到七星 欸 就是這麼簡單 長到滿七才開始 我現在那時候在殺的時候突然想到 哇 現在的隊伍 我必須要殺到滿七才能拍 以前呢 我光殺到滿七就是一隻神片了 你知道嗎 然後有些隊伍說 啊 這個沒有七星沒關係 我們感受一下就好了 現在這個沒有七星誰要看 好啦 我們現在最後一個六星地雷 應該是在九十幾回合的時候可以到 那這個時候呢 就盡量能給錢就多給錢啦 因為我們也是慢慢來的 因為我們帶的是充電嘛 那你給的錢多充電 就更輕鬆一點點 可以充到更多更多的錢 所以我們才會這個速度啊 如果今天原本是用太陽的話 可能 對啊 反正沒關係 你就多給一些錢 用充月鍵的話 基本上如果你有12的話 可以打到130還是140 甚至170應該不會是問題 因為充電就是這麼這麼的過分 不像今天的日月列 日月列的話我只有一顆日 大概只能到七八十關就要 就大概八幾關還九幾關就快不行了 好啦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準備來用那個Bug來排版 那我這邊也稍微的加速一下 好 那我們這邊稍微的給他加速一下 然後順便簡單的講解一下 簡單的說呢 就是在我們地雷 一樣快要靠近的前一刻滑掉 滑掉之後呢 再連回去 這個時候呢 會看到有一顆地雷從右邊出來 像這個時候呢 就是完完全全失敗的 有一點點尷尬 一樣我們在地雷快靠近的時候 整個滑掉 先停大概9秒鐘之後回來 會發現地雷會一坨連在一起 從右邊出來 然後出來之後呢 再一次以那個地雷為主 重複個幾次 有啊 地雷現在已經連在一起 還有兩顆 兩顆再來一次就可以了 來 我們重複了三次之後呢 我們地雷就已經完完全全連在一起了 對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對 大概持續了9秒鐘回來吧 對 因為你要等那個倒數解說 馬上連回來 可是你要不能等小兵出來 因為小兵出來的話 你的地雷會全部炸到小兵 會有點尷尬 所以你要說跳出去也可以 但是不要太久 對 不要太久 盡量的話 他就說不要滑掉 不要滑掉 你就是 離開畫面 然後再回來 這樣會比較快 因為如果你滑掉的話 他等回來會花了有一點久時間 好啦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就把整個地雷放到最該時的位置 放上去 OK 好了 一切都就緒了 我們剛剛93回合殺滿 我們到107回合 地圖就排好了 那這個時候對面就可以跳掉了 沒錯 就是這麼的簡單 欸 對 我們已經把地雷排到終極的位置了 好啦 但是可以看到地雷的長度 真的是長到一個靠北 對 可是對面還是可以跳回來 可是對面跳回來 會有一定的機率會觸發什麼地雷不會放電 那如果地雷不會放的話 可能就有一點點尷尬了 看是你要重新殺一遍 或是說讓地雷全部撞到消失之類的 反正我覺得只要觸發那個BUG 很有大概率這局就壞了 對 反正看要回來不回來 反正賭一下 可是我覺得應該也沒那麼嚴重 因為我自己還是有回來 掛在旁邊 因為我怕像之前一樣 我直接打到底結果又斷線 所以我還是想要買一個保險就對了 好啦 現在來到109回合 這邊就已經沒有任何問題了 剩下就是充電的事情了 那我現在充電這邊是207等 那我們就開始充唄 好 那我們來給他感受一下唄 那這個地方玩法就已經 跟之前是一模一樣了 只能看到地雷 這個長度真的是有點長到 靠北就對了 但是整體而言呢 還是非常非常的兇殘 我覺得地雷或許真的可以取代聖劍了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怎麼倒的杯 之前的地雷真的是強到 就是我們聖劍可能還要再給他高一點 才可以符合11等地雷可以打到的距離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呢 我覺得我13月12件的情況 應該還可以handle的了地雷打到的這個位置 因為這應該算是目前如果用地雷刷毒的話 最遠最遠的殺法了 但是也要考慮一下 因為最近多了那個狂暴 協同挑戰嘛對不對 其實協同挑戰的CP值很像有那麼一點高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隊伍的CP值 首先啊我全程是4個小時9分鐘34秒 總共是花了14974秒 大家知道一天只有86400秒而已你知道嗎 然後卡片總數呢總共是2360張回合數就不用管了 我們看卡片就好了 平均1秒我們才獲得0.1576張卡片而已 對這個時間點好了 沒關係我等一下還會再上一支 我們用鐵桶挑戰的狀況到底協同挑戰的1秒是多少 我也蠻好奇的 如果協同挑戰平均數量很高的話 或許地雷變了一個比較不實用一點點的 雖然說我掛機時間很長 但是它的效率太低 我可是說效率太低 剛才效率高爆了你知道嗎 這個效率根本太高了吧 這麼高的東西竟然又被嫌棄效率低 我還真的說不出口 好啦我們現在到500多回合 我們充電了到350等 然後因為跟觀眾聊天的關係 想要順便充一下 畢竟還有錢我人也都在線上 那有錢不充真的是有一點點浪費就對了 多一點點傷害或許可以多跑個幾關 那我覺得這個隊伍或許可以再走個更遠 但是也在前面就有機會崩掉了 因為我記得在300多回合的時候 就有被史萊姆後面的中立王給搞到 但是我覺得那應該是運氣的問題 就是一樣啦 就是小兵先衝進去 然後地雷呢還來不及補就搞到直接爆掉 好啦我們來到第613回合 可以看到這個時候我們距離王 還有非常大的距離 所以我覺得還OK你知道嗎 是一個沒有問題的狀況 雖然說獅子已經走進去了 走到中間了 還是很噁心 可是這裡有沒有怪物變快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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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打的比較慢而已 畢竟我只有三把劍啦 聽說四把劍可以走到最遠啦 對應該要二衝四劍才對 好現在到615關可以看到 我們還是等翼王死掉之後 俄王出來才把俄王給他處理掉了 所以中間的中間差呢還是有的 而不是說翼王跟俄王同時出來你知道嗎 好了615回合這邊也倒掉了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最後一遍的616關的史萊姆 這邊怎麼倒這邊 那是因為有聖劍的關係啦 所以我們光靠聖劍就可以把對面的王戳死 所以中間是不需要放地雷的 好617回合一個史萊姆後面一個轉王 結果轉王雖然沒死了 但是來不及了 其實以為史萊姆應該是不用擔心 因為史萊姆一分裂之後呢會往前爆炸 往前爆炸之後那個傷害又會波及到後面的王 這個時候呢我們的傷害應該會夠了 結果呢 我們竟然是倒在史萊姆欸 對啊我以為這個東西是成立的 原來這個東西其實沒有成立 啊好啦算了沒關係 重點是我們現在到617回合我就已經夠了啦 其實如果不管史萊姆的話 應該還可以走到更遠 但是...說不定更近 說不定我在前面應該就會被爆掉了 不過沒關係啦 我覺得這個隊伍或許未來應該就不會再出現 雖然說他很香 但是其實我在300多回被搞 其實說不定四五百回合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一點危險了 雙10M可能還好 但是今天多了一個轉王 就一樣嘛 就跟一樣的倒法一樣的倒法 617回合 但是單純就單潤充電跟劍而言的話 我覺得這個狀況還蠻噁心的 617回了2360張卡片 OK好啦 就...這支影片就到這裡 總而言之我們的地雷還沒有死 還是很噁心 原本一千多回合四千多張 現在變成兩千多 六百多回合兩千多張 還是很噁心啦 還是很噁心 OK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到這裡啦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21啊 掰掰 如果有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那...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 XX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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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的 XX的 XX